來關心這個殺警嫌犯 昨天竊走的髒車 是一名37歲的男子 到台南遊玩租機車 前往中西區的赤坎街 不過他因為忘了拔鑰匙 車子就被偷了 他也向台南市警局來報案 警方就透過系統查出 這部機車出現在安南區 因此警員徒明成 以及曹瑞傑就開著警車 前往巡車 沒有想到竟然遇到嫌犯林信吾 遭到伏擊刺殺 雙雙身亡 出現令人心痛的結果 台南殺警案奪槍的 這些凶嫌是已經落網了 而專案小組今天凌晨2點多 就通知了新竹市的警方 嫌犯搭乘客運北上 出動了50多名的警員 在核心客運新竹站來埋伏 清晨4點多 嫌犯一下車就被警方鋪倒 並且壓制在地 現場的地形 它是一個遊覽車 車公司站牌的旁邊一個路 路幅不是很寬 但是新竹市警察局的同仁 對那個地形很了解 他們在遊覽車停車的地點 前後大約10公尺左右 都有埋伏一些車輛 車上都有智能 但是都車子都關的都沒有 也不會讓人家警覺車上有人 還有旁邊有一些暗像也都埋伏有人 還有側面的前後左右幾乎都有埋伏 但是外表讓遊覽車來的車上的人看起來 平靜無波 等他下車以後 遊覽車門關了開了以後 剩他一個人走在街上的時候 他剛好走在我們埋伏的遠景的車輛 一步車旁邊 我們遠景開車一下車 就馬上控制住他了 然後前後的遠景就馬上圍住他 讓他無法反抗 有一個對我們有利的地方 就是那時候已經很深夜了 大家也沒有其他民眾在 那他自己又一個人下車而已 所以我們也沒有什麼 會傷害到其他民眾的顧忌 所以同仁一擁而上 他完全無法來不及反抗 那麼遠景曹瑞傑昨天呢 是遭到兇嫌林信吾攻擊喪命 一名網友看到消息之後 就特別對曹姓遠景的名字 非常有印象 他說呢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有留下罰單的習慣 因為要隨時警惕自己不要再違規 那他就拿出了其中的一張罰單 違規的時間是去年的9月17號 原因是因為在公車停靠區臨庭 而右下角紅色的印章 確實是遠景曹瑞傑 原PO就難過的說 這一份呢 罰單是他和遠景邊聊天邊被開下來的 所遺留下來的字跡 他會好好的保存著 也請兩位罹難的警察一路好走 好 繼續我們要來看到了 兩名遠景遭到割喉槍擊 雙雙遜職 網友昨天就肉搜之後 認為遭到通緝的陳姓男子就是嫌犯 因此就瘋狂來轉發他的照片 結果呢 讓他嚇到晚上 趕緊是到案說明說不是他幹的 整個過程警方其實也沒有否認 連警政署長黃明昭少武在破案記者會也說 一度被認為的陳姓男子 是因為他有地人關係 而且又是竊盜通緝犯 因此呢 一開始就不排除他 那麼現在呢 陳姓男子的阿嬤也說話了 他說沒有做就歐百步 真的是要來洗門風 他始終呢 就相信孫子不會殺人放火 更不可能會殺害兩個警察 還為此煩惱到頭痛哭了一整夜 現在回想起來 他的手腳都還在發抖 他也要大家幫忙澄清 要還給他們清白 而台南殺警案在爆發之後 警察到底該不該大膽用槍 也掀起了討論 曾經為了要阻止車輛衝撞人群 而開槍誤殺嫌犯的警員張錦毅 他就現身說法 談起這長達六年的訴訟 他說每一天都是煎熬 張錦毅也提到 希望人民能夠給警察更多的支持 而如果台南的這些學弟們 能夠預先使用警械的話 也許今天狀況就不一樣了 開完槍之後 造成這個結果 也是我們不願意樂見 那沒辦法那就 跟家屬溝通 然後也是相繼一座講的 包括寫不完 從2013年這個開完槍 到最高 判決確定的部分 五歲確定的部分 六年多 在沒有最高確定之前 每一天都是煎熬 輸了 比如說潘水 我這個用槍實際過當 我們可能要 我可能要當一輩子疫警 那問題來了 當一輩子疫警的話 我家裡還有七腳要養 老家還有老父母要養 那怎麼辦 現在把 現在法律沒有很支持 我們基層員警 再使用警械這部分 像我們在盤查一個 民眾時 我們就是要很靠近 那如果他包包裡面或是刀子 誰都擋不住 那就一兩公尺刀子就馬上來 一秒就到 我要把槍還要上躺 至少要三秒鐘 我那時候已經被捅了兩刀 沒有用槍 沒有辦法阻止 不用槍 更多的 我身後面 更多的民眾 他們的生命是受到危險的 當時應該有記者朋友採訪到 過我在第一院的時候 我曾跟法官講一句話 如果當時不把這輛車子 停住的話 全台北市的救護車一次來再不完 我們昨天那兩位同事 他們已經也一路好走 如果今天他們有這個時機 法令可以允許我們基層在 第一線 面臨一些情況之下 可以預先 使用警協來制止的話 或警告的話 應該這個情況 就不會發生 這個人認為現在警協使用條例 不是不足是太過了 你越改越多框框價價一大堆 我不敢拔槍 我們現在警協使用條例 有請學者來幫忙 有些學者連槍都開不 沒有摸過槍 開槍也沒有開過 他怎麼知道槍怎麼開 他怎麼知道槍怎麼去瞄準 這把槍拔出來要開出去 要多久 現在的原因是這樣 但現在的警協使用條例 還躺著 覺得還是太過多了 而台南發生的殺警命案 震驚社會 內政部也在進行後續的檢討 承諾會持續推動老舊裝備 和車輛的汰換 讓員警在第一線執勤的時候 能夠有更高的安全性 我們在這幾年 在最警政的 警政的這個裝備的部分 我們去考慮到我們警察 在各個面向上的使用需要 包括像國道警察 行政院一直很支持 我們對防裝車輛的這個推動 所以我們在防裝車輛的 第一期跟第二期的部分 也陸續在增加 那第二件事設備 其實我們從108年 到一直要計畫推動到今年 總共三年的時間 我們也要提升 監視設備的一個部分 推動我們整個這個通訊設備 因為像5G的系統 那個是我們在這個階段 非常積極要處理的 因為5G系統 有助於我們的警察同仁 在第一線 在使用這個相關的系統上 可以做處理 那另外是車輛的胎犯 那這個我們一直在補助 地方政府希望來加速 那一直這個每一個階段 都在對於老舊車輛的部分 來做胎換 我們希望警政署在 無論是防災背心 或是口盔的部分 能提高安全的係數跟標準 那也有助於我們第一線的遠景 在第一線在使用上 也可以有比較安心的這個處理 而這一次 這一起整個台南的殺警案件 為了要抓殺警的嫌犯 警方是出動了高規格的棄捕行動 嫌犯林信吳逃亡17個小時之後 搭客運在凌晨4點36分 新竹下車的時候落網 從曝光的畫面上面可以看到 林信吳他是一個人 是走在空無一人的街道 突然間從旁邊的轎車跳出來 好幾名的遠景直接把他撲倒 接下來大批的遠景瞬間一涌 影片曝光之後 網友們就讚嘆了這個長生的 非常的厲害 真的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之下 就被壓制住了 也有大家非常的訝異說 現場竟然是可以躲這麼多的人 同期犯林信吳犯下割喉殺警命案 三年前逮捕過他的台南市五分局小隊長 黃樹萌就表示林信吳昨天晚上搶超商的手法 跟當年是如出一策 都是騎著髒車拿著水果刀以及空氣槍來超商行搶 之後就變裝來設立斷點 走好幾公里來避開監視器 再偷另外一輛的髒車來逃逸 回想起當時的逮捕過程 林信吳也是拼命的掙扎 想要逃脫 黃樹萌就說他的力氣確實很大 他可以走好幾公里在尋找做案用的交通工具 找到交通工具之後才前往他涉案的一些目標 在犯案之後然後又騎車逃逸 在過程當中他會一直尋找斷點 遇到監視器的地方他就會閃避 然後到賣場去買全身的衣物還有鞋子更換 當時就更換裝扮逃避警方追親 那他是會不會偷摩托車還是都是看鑰匙插在上面 他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看到摩托車鑰匙插在上面的才心切 第一次逮捕他的時候 你們壓制他的時候是什麼樣的狀況 結果在那個我們在路上已經發現到他行蹤之後 然後趁就是周邊沒有民眾的時候 我們上前就去壓制他 然後在他身上就是有查到他犯案用的槍枝 還有一把水果刀以及束帶 他身上都會帶一些那個作案的工具 都隨身攜帶的 對對對 那一天偷刀的時候有什麼刀嗎 一把水果刀 然後他犯案用的瓦斯槍以及束帶 那時候壓制的時候他是不是力道很大或者是 對 他就是也是拼命在掙扎 好 我們最新的消息要來看到這個畫面上面 這一次殺警案的祖賢林信吾 他在經過九個小時的偵訊之後 現在是被大批的警力要移送到台南的地檢署 那麼也可以看到其實在畫面上面 不少的這個員警是包圍著主賢林信吾 然後他是戴著這個白色的安全帽 也是戴著口罩 然後有不少的媒體當然也是在現場 是直接在追問他相關 為什麼要殺人之類的詢問 但是呢 林信吾是不發異語 就直接被送到這個警車上面 那麼根據了解呢 接下來這個偵訊之後 就是要準備移送到台南地檢署 這個是我們目前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 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